解释到灭口感 好久不见 你们这里 可能会听到木杉铭声音 是因为我在塞射 Hydic battery 已经没有地方用了 就是来这里塞射器 而且battery 不需要散热 然后这里有F1 先进去 然後今天我會講關於Treatment跟黑油要如何血 為什麼會導致到這樣嚴重 然後我會拿Pistons出來跟牙箱的component出來 你們可以先幫我share一點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油就是一樣了 我先隨便share一點 剩的靠你們了 然後最近也是很忙太多牙箱了 牙箱基本上我都不會講 那個牙箱多到啊 剛剛我就去拿了Honda回來 然後我先給你們看 然後等一下我會跟你講為什麼黑油很重要 不然會導致到你的Piston ring啊 你的那個這樣多Carbon啊 然後我會直接做Live Demo 或者是很多人已經沒有看過我做Demo OK今天我就做Demo給你們看 OK來 先進去看你們的comment先 然後我剛剛猜了一粒Piston 就是一粒不是一粒啦是四粒啦 一粒Engine啦 一粒Engine啦 1910的N46Engine喔 Piston ring段OK 可能大家覺得很正常OK 或者是你看到最近很多的Piston包 Piston包一般都會出現在那種有LSPI的車 就是Sus stop的車 容易明白一點就是Sus stop 如果你們要理解的話 你們可以去Google searchLSPI OK 中文我忘記講翻譯了 就是低速的時候 就是Sus stop的車 聽紅地燈會死火 然後Start回去 然後低速的時候 它的那個Engine的工作不一樣的喔 如果你要那個Video 你直接PM我 就是我的Messenger OK 給一個comment我要LSPI 我就傳給你 或者是你直接Messenger我也可以 或者是直接WhatsApp我也可以 是最好的 OK是最好的 然後今天我是做Demo啊 然後我先過後我才跟你們講 OK我先給你們看最嚴重的後果先 OK給你們看LSPI 你可以這樣子 type這個LSPI 你要了解你的新款車 或者是它的工作原理是什麼 你直接打LSPI就可以了 我就會接送給你 我先拿Engine出來先 過後啞聲我慢慢講 OK 啞聲我慢慢講 我先拿Engine出來給你們看先 為什麼會這樣誇張喔 然後你們可能會聽到那個 Machine在響的時候 嗡嗡嗡的聲音喔 OK 因為我用Mine應該會還好一點 因為那個那個 扎著是在另外一邊 我在扎著Highway Battery 我先給你們看先喔 Highway Battery Highway Battery其實是長這個樣子的 可能很多人沒有看過 OK就長這個樣子的 然後我現在在扎著 OK 我來充電 剛才我已經是放電了 然後現在在充電 然後你們可能會聽到那個聲音喔 走電的聲音 喔還是會有聲音喔 OK 我用Mine就很大聲音 這個就是我被騙了6300 我要努力賺回來 OK 努力賺回來 這就是被騙了6300 OK 然後現在要插電 現在是插電來的 OK 然後插著 200多瓦 OK 200多瓦 要插到240左右 230左右 OK 那我就放在這裡阿 我就放在這裡 然後先給你們看 什麼叫做嚴重阿 OK 這個就是Piston E90阿 M46 Engine OK我就拿Piston出來 Piston這邊有4粒 喔 這邊有阿 OK我就拿 我放著阿 Piston有4粒 我這樣子頂著阿先 OK 來 這個 第二粒 OK 這兩個是屬於 你們聽過什麼叫Piston Ring Jam阿 OK這就是所謂的Piston Ring Jam 完全卡著卡死 OK我要拿出來拿不出來 這些GEM死了 這Piston Ring這些GEM死 OK卡著了 這等下我會給你們靠近一點給你們看 OK我先拿完全Piston出來 然後這兩個是沒有卡的 是 拿得出來的 OK拿得出來的 我就放一邊 OK我就放一邊先 我先給你們看 什麼叫做Piston Ring卡 因為很多人知道什麼叫做Piston Ring卡 卡Piston Ring其實是什麼東西會卡 你一定要明白這些 什麼導致到Piston Ring會卡 其實很簡單 就是Carbon OK Carbon太多 OK Carbon太多 好久沒有看黑油老 哇 洞噴水了阿 OK可以 今天我在做Live Demo 其實這個Treatment 是我的Combustion Clean 就是Metatone我的品牌的 就是這樣子一套了 OK我先拿出來先阿 就這樣子 其實就是這樣子一套了 Combustion Clean了 其實就是Combustion Clean了 只是我 我方便我震給你們看 我就弄大盆一點 OK弄大盆一點 然後震住他 給他看什麼叫Carbon必須要清洗 雖然這個是很舊款的車 N46 Engine 然後他已經是屬於比較舊的車了 OK屬於比較舊的 可是也是會卡 因為他的還是會產生那個Carbon 也是必須要清洗 無論你是新款車或是舊款車 也要清洗Carbon 或者你的車是有LSPI的 就是Start Stop的 容易明白的 就是Start Stop的 我就不去講解那個LSPI了 你們要去看那個video才容易明白 然後 LSPI的車更多Carbon 然後你可以現在看到很多的車 都是包Piston 一般包Piston都是包在這個第二格 OK 這個第二格 就是這個第二個Piston Link OK我先給你們看一下 Piston Link 所謂的GEM Piston Link OK GEM Piston Link OK來啊 OK Piston Link OK 這個是斷去的 我要拿出來拿不出來 這是卡死 OK 我是用了喝奶的力啊 拉不出來 這個Piston Link就是拉不出來 GEM死 然後什麼導致Piston Link會卡死 就是因為Carbon太多 就是所謂的黑黑 你們看得到的 黑黑的Carbon 這個就是Piston Link JEM OK 然後這個不用看了 肯定是黑油的車 OK 就是來complain是黑油的 然後 再來就是現在新款的LSPI 有SARSTOP的車 很多很喜歡包 這個 就是 第一個 第二個 這邊啦 這邊會包 就是這個地方會爆掉 是因為Piston Link 卡不卡 卡不卡 或者甚至有些是直接卡死的 很容易就會導致你的Piston 還好這個Piston還沒有包 OK 這個Piston還沒有包 然後或者是你SARSTOP車更加嚴重 一般是SARSTOP車 POWERENGINE的基力會比較大 所謂的GOLF 1.4 或者是 Mercedes How to repair Overhaul 這個只能Overhaul Piston Pistoning都卡死了 可是等下我會做 Experiment OK 就是我這套東西 胖腹刀是我這套東西 不好意思啊 這套東西 是不是有作用的 OK 這套Compassion Cream 我直接震住了 OK 這個我就不講 Kanapa INI BOSS Piston Jam Piston Link Jam 他之前就要搶主機 Juji Carbon 你攻擊放置 Compassion Cream OK 這一套Cassident 我先震住他先 OK 先震住他先 直接Live demo給我們看啊 Live demo啊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更重點的 OK Pistoning出去 Pistoning出去 這個我也是屬於第一次看到啊 我第一次看到啊 Pistoning 他其實還是卡住了 可是你们的Piston也会上上下下的嘛 你这样子上上下下的嘛 然后导致它Piston Link的 你看啊 中间这边啊 一截 一截 没有 吹气啊 直接吹气啊 掉牙 这个所谓的掉牙 我尽量看能拿出来一个嘛 可以拿到一个 等下我整个地上有以后我会给老板娘骂 OK 就 就注意看啊 这里啊 注意注意看啊 我们指甲流啊 其实它是吹气了的 看一下 又会lose contact了 OK就是这样子啦 这些吹掉了 Piston Link吹去 看啊 这边 这边有Piston Link啊 这边有Piston Link 这个很危险啊 一般 再严重一点就是卡Piston 就是这样子吹 吹了过后 如果它这个东西掉出来 它会导致到你这边第二个 或者是这边哪种 就是这一这个地方 一般都是这个地方 然后就会Piston爆 OK Piston一爆 就是收工过你 就是出百炎啊 或者是这些Engine 出问题 OK 就是你Engine完全不能start啊 没有compressant啊 就是这边 一般都是这样 Piston先 如果没有洗carbon的话 再来就是这个Piston Link会 爆掉 OK 就是刀先一截一截 然后掉牙 然后再严重一点就是Piston 直接这边破一个洞 这个一样 我也是直接震住哈 你看过后这个东西会不会 它灯清洗了过后 Piston Link会不会掉出来 OK 我也是震住哈 OK 来 然后这是所谓也不是说是正常啦 只是它的Piston Link至少还能拆啦 OK至少Piston Link还能拆 OK Piston Link还能拆 其实我这些我猜出来了 只是要给大家知道 不是只是清洗表面 OK 因为很多人误解啊 啊 洗carbon就是洗这里 OK 洗这里是没有作用的 这个 这个肮脏不肮脏的不重要 最重要是这边里面 OK 看到啊 这里面全部都是黑黑的哈 这边才是重点 这边全部黑黑的 这边全部黑黑的 看到啊 这全部都是黑的 最重要是这边的Piston Link里面的carbon 不是只是洗表面 洗表面是没有用的 OK 表面 它肮脏不肮脏 不会影响什么的 最重要是这里 OK 这样子明白啊 这个我就震住哈 然后我留意力啦 留意力也是一样的 总是同一辆车的 只是我留意力方便等下做对比 等下做一个live demo OK 给大家看也是一样 全部都是塞满的了 你中间这边全部都是 就是你的牙缝啊 牙缝已经是塞满carbon的了 OK 这是什么塞满的 我就放在这里 OK 这样子明白了哈 OK 来 还是你们有什么comment 你们可以写出来 或者你还有什么东西 不明白的也可以写出来 这辆车有给黑油 然后摸过吗 第一次来 OK 这个客户是steady的客户了 他一来到就跟我讲 来老板我给你3000块deposit先 OK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客户哦 不要像水哥这样子哦 这种客户哦 像水哥这样子哦 我遇到一个打包一个 打包一个 等下我会分享一个 我转机吃了冰城 蛮出名的 就是出名了贵 出名了性格的那个steady哦 可是这重点是好吃 OK 重点是好吃 然后有人知道的话也可以comment一下 然后为什么我蛮欣赏那个老板的 ok 跟水哥是有一样的故事的 ok 跟水哥有一样的故事的 然后我先等下讲故事 因为这个镇柱需要时间 他不是先单 ok需要时间 然后刚才你们看到是那个水是亮亮的吗 现在开始已经开始变黑了 ok 已经开始变黑了 变黑色了 ok 他已经在化解着了 ok 在化解着了 看到吗 他已经是变黑色去了 或者我转一下这个 哦 有那张sticker在那里是 ok我转一下 ok转一下 他已经开始 从 透明透明这样子 现在变成 呃 Tale Ice OK Tale Ice已经变 开始在分解着那个 carbon 等一下我们看 重点不是C表面 记得啊 重点是那Pistolin卡的 他会不会松去 ok 会不会松去 这是重点 然后第二个 就是他的 这点Pistolin里面的那个洞 会不会干净 ok 这才是重点啊 ok 来 today do combustion 其实 我必须要有真实案例 我才方便我 讲 然后解说 然后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 ok 比较容易明白 ok 这个我是放在这里 ok 再来 ok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分享故事 我先全部一次过 然后给我手肮脏先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先讲这个好客户点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好客户 很重要啊 那这个客户来 其实他是一开始是坐MOTO来问我 ok你有做BM吗 你有做OHO engine吗 我讲有啊 然后他就 多几天就开车过来 ok 然后他就跟我讲 ok 我这辆车要做好好来了 ok 要做完美的 做到完美美给我就对了 ok 然后我就跟他讲大概一个价钱 因为我必须要拆散了 我才能给你到那个正确 一百巴仙正确的价钱 他讲OK 然后他就问我 要给多少钱 你博士讲给我一个三千先 反正我要拆要时间要工钱 然后要订货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三千块 这个叫steady ok 这个叫steady 像水哥这样子的哦 摸一个牙兵都赖到我几个月了 ok 那个我就不讲了 ok 还没摸 就卡比斯顿了 卡比斯顿是什么呢 卡比斯顿了 ok 等下我会分享多一点 ok 等下我会分享多一点 然后帮我share先 帮我分享先 再来就是 最近 还一个昨天啊 其实昨天 昨天他的visual来啊 他就打掉给我 他用veget给我了 ok 他其实他认识我蛮久了 ok 他认识我蛮久了 然后他讲 突然间我的牙箱reverse不能走了 然后他就想起我 我有认识一个是专修牙箱的 ok 然后他就打给我 我的车现在不能推了 你可以过来 布朗菲克斯跟我推一下吗 ok我帮你推啊 然后叫我接驾回去修 ok 然后我也是很奇怪 他从来没有message过我了 然后他就 这样有信心 总之你帮我车拿回去做美美来 就对了 ok 这样子steady我就过去 反正如果你这样子讲话 我会立刻马上过去的 无论我多忙我都会过去 因为这是好客户 ok 我会立刻马上过去的 然后 过后 经过我了解过后 原来他 觉得他给人家坑了 ok 就是 他是认识我啦 他认识我蛮久了 可是我从来 他没有message过我了 可是可能他就有save下我contact 然后 他讲他认识我很久了 我也不懂是真还是假 ok 我开直播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两年多三年了 然后 他就叫我拿车 然后后来就跟我讲故事 原来他这辆车就倒了treatment ok 然后他讲我就直接问他 你不讲认识我很久了 这么你买trimel没有跟我买的 ok 他讲方便嘛 我又不是在冰岛里面呢 然后我就去附近买就可以了 ok ok 这样子我就今天把牙箱拆出来了 这个就是他的牙箱最严重的地方 ok 呃 你可以看到啊 其实 这个已经是 上面黑色是塑胶了 我们这个所谓 我们叫做biston 因为biston是会伤一下的 ok 我们叫做biston 然后我给你看他多严重 ok 我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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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摸就 卡斯 什么是卡币斯顿啊 可以讲一个 我容易明白一点的嘛 人家给deposit就这样开心 我们的货都还没出就收完钱了 必须要收钱 ok 必须要收钱 哦 电伸是因为我真的这边有一粒 插着在插着我的hybrid battery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们讲不好意思 外面是因为 呃 不方便在外面是因为他们全部在忙 现在有多粒engin 两粒engin 然后牙箱又一直来 等下还有一辆tryton来 然后现在牙箱已经整地上都是了 一辆civic的 牙箱 旧款civic的 然后又一辆 安瑟刚刚出 然后一辆cambry 牙箱 然后一辆 211 就是must的e class 211牙箱 也是刚刚下了 ok 还有什么牙箱啊 还有什么牙箱啊 我突然已经想不起了 就大概这样子啦 还有一粒是 T罐的牙箱 ok T罐的牙箱 所以说你们会听到 嗯嗯声音 就ignore它先 ok我尽量用mic 讲大声一点 那我先给你看 这个treatment就是不是跟我买的 然后 呃 给你看 bistons真的不要乱用 尤其是 吃下肚子的 大家都知道不要乱吃饭 然后话也不可以乱讲 不要乱讲 不要乱讲 摸下牙兵 牙箱坏 怪我 然后没有啦 虽然它是开玩笑 只是很多人其实是 不是 呃 他第一个感觉是觉得 呃 会不会 ok 会不会影响 或者是当然我找水哥 啊 是开玩笑的 它只是 一个牙兵 我摸一下那个牙兵 就是所谓在车里面 那个牙兵啊 你看来冰城吗 我帮他 试下车 其实连车的那个 车里面我都没有做到 我是坐副驾驶 我就要踩被 我试看那个油牙的问题 然后 他就讲那个牙箱 过后真的回去 这样 不刚好 一回去牙箱就刮了 然后就赖到我 ok 虽然我当然是开玩笑了 ok 来 我先给你们看 treatment真的不要乱用啊 ok 这个就是所谓 用了 呃 其实那个 品牌不方便讲 然后大家真的是要先了解 不是treatment就是 一样的东西啊 就是一样的东西啊 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6盖是38年list啊 是不一样的 ok 是不一样的啊 ok我先给你们看这个 这个 多严重的啊 注意严重啦 其实 这个treatment 我到现在也不懂是什么 brand啦 ok 可是我到那附近 有人在卖 大概叫是什么 brand ok 因为车主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brand 然后倒下去了过后 你看啊 这个塑胶 这是塑胶的啊 直接是吹掉 爆掉 ok直接爆掉 其实啊是在这边 这边的 或者是整整个 这整个啊 这整个直接爆掉 ok直接爆炸 这是塑胶的啊 塑胶都会爆炸啊 你想看这个treatment有多 也多够力啊 ok 然后直接吹吹啦 总之是吹吹 这样子肯定不能reverse ok这是reverse drum的 这是rich的 然后我不方便再斜一点 我放油滴下来 ok这是所谓的 biston都爆买 ok biston都爆买 正常来讲你只是硬化 它不会这样子吹去的 ok不会 炸掉 不会overheat 爆炸了 ok不会overheat爆炸了 然后 如果大家 想知道 不要用到什么treatment ok 你们其实可以自己测试的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comment crollin ok或者老板要帮我打下 crollin base editive 我之前已经有做过一个youtube的直播 然后我edit出来了 你们可以去看两期做测试 不要用到crollin了 因为crollin的话 它会导致到这个塑胶 重硬化 虽然可能它会软化 可是再严重一点 遇到高温一点它就会爆炸 ok这个直接吹掉 整个piston的那个 所谓的塑胶会直接爆掉 这刚刚拆出来 才看它滴滴滴着血的 滴滴着红色的牙油了 ok 然后你们要知道什么叫crollin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讲comment 就是这样子crollin base 或者你直接去我的youtube channel 其实很多人很厉害哦 都是在我youtube channel看东西 尤其是我一个单外是有一个单外的 然后他讲你整个YouTube我都看完了 你可以去看或者你可以直接这样子 在我的YouTube Channel就是Color 然后你直接打着Colin 然后就会跑出那个相关的视频 或者你要我Send给你也可以 你直接Message给我 或者是直接WhatsApp我也可以 WhatsApp我也可以 Biston直接这样子够力 Which ATF treatment suitable for CRV 2.0 Nun Turbo ok 2015年就是Practinium啊 Practinium其实又不贵 ok 就是105块罢了 ok 就105就是这个Practinium啦 你要的话105打加1 ok 105打加1 为什么我讲不贵哦 ok 所谓不知名的就不方便讲那个 就是这个导致到他的Piston都直接吹掉了 我问客户你买多少钱 他讲也是要接近整百块啦 ok 就是几十块到一百块里面 ok 问题流gard 38年历史才105块 何况那个老板 ok 他讲他认识我很久了 他突然间想起 诶我认识一个修牙箱 就是专修牙箱的 然后我讲你都认识我 你Treatment不找我 他讲还要方便嘛 ok 可是记得不要乱用 如果你想真的你觉得要省那个几块钱 那个十多块 ok 这样子没有办法 你自己买然后自己测试 你去看是不是Colin先 Colin千万不要用 我们修牙箱很麻烦 全部都要换到完 ok 再严重一点就会生锈 ok 他会生锈 要得自己105打加1 这是给ATF的 ok 然后或者是现在市场上面 你们也看到很多 牙油 ok 或者是牙油精 ok 或者是Treatment ok 是All in one的 无论你是Auto也好 CVD也好 DHG也好 都可以用 如果真的是这样厉害的话 我估计 Luke Guard不会出几十样产品 针对性的不一样的牙箱 不一样的问题 ok 不一样的component 他正好出这样多个Treatment ok Luke Guard 可以讲 他认老大 没有人敢认 他认老二 没有人敢认老大 是因为他是38年 然后再来他是专 Focus在牙箱 ok 专Focus在牙箱 而且中国他出这样多款的Treatment 如果真的市场上面有一款Treatment 或者是一款牙油 可以All in one Outo也可以 CVD也可以 我千万大家先想清楚下 有可能吗 老大都不敢这样子了 老二都不敢这样子了 ok 为什么CVD Recharge 特别贵 主要CVD Recharge 多一个功能 就是减少摩擦 减少摩擦 这多一个功能 ok 真的不要乱用 会死人 ok 然后顺便给大家看 刚才是白白的水 ok 不是水啦 这是我的Treatment 然后他现在已经在化解这个Carbon 你看全部现在已经变成黑色了 变成黑色了 整桶都变黑色了 ok 这个我做Live 直接给你们立刻马上看了 ok 给你们看一下我 可是这个不是仙丹 需要就要半个小时到45分钟里面了 ok 然后我就讲买那个 故事了 ok 昨天我就去吃了 这边 呃 我 诶 那个 诶 谁没有进来了啊 冰城的 每天跟我讲福建话 那个 他我不懂他吃过吗 冰城人我估计 蛮多人知道了 就是 出名了 好吃 ok 第一个要点 ok 就是他的那个手艺 ok 就是他的specality 出名了好吃的 然后 第二个出名了贵了 ok 第三个出名了 呃 有性格的老板 出名了有性格 ok 冰城人我不懂你们知道没有 哪个餐厅 ok ATF treatment for corola 2.2 ok Raymond 我不懂你是不是 刚才有人也是跟我讲 啊 Altis 2.2或者corola 2.2的是牙箱的问题 如果你牙箱的问题是 不 不一样的 不是所有东西 都是用一罐 treatment 就搞定嘛 有问题你要跟我讲 有问题 没有问题你要跟我讲 没有问题 ok 我会直接PM你 CVD recharge Lower CVD winding ok 用了一流啊 那个声音会减少 因为主要是减少摩擦 为什么贵 因为他的那个减少摩擦功能 CVD recharge ok 多一个功能 ok Raymond 或者 Cancel 或者是Raymond 老板来帮忙PM一下 然后 然后 这样子我会记得啦 不然的话 过了live过后 我都不记得你们 谁问我什么问题 我真的不记得了 然后你要了解产品呢 还是你想了解价钱呢 我叫老板娘PM你 ok会比较方便一点 或者你直接PM我啦 直接你这样子 comment 直接Send一个Messenger给我 这样子就简单了 ok这样子就简单了 不然我怕我忘记 ok怕我忘记 然后那个老板主要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 我也很多人可能不会理解他的那个生意模式 或者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子 ok我跟你们讲啊 你进他餐厅之前 或者你看他的Facebook page 第一个 ok 进门之前 他已经讲明了 我这里是没有卖百开水了 他没有卖你百开水了 ok 或者你要去像妈妈当这样子 去水楼中开水给你 他也不卖了 ok 然后 他有卖你drinking water 可是那drinking water 是fully import的 ok 不是这边的local drinking water 然后也是要收费的 ok 全部要收费的 第一个他已经讲明了 矿泉水 或者是自来水 或者你要水他不卖 ok他不卖 而且你一定要叫一个 set meal ok就是要一个主餐 ok必须有一个主餐 ok必须有一个主餐 这样是不是很有个性 ok 还有什么了老板娘 我突然想不起了 还有什么了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你不可以叫 就是你要叫主餐 你不可以叫那些start up 就是你要吃 当然吃那个salad 还是不卖的 ok 总之你坐下来就叫这个主餐 ok叫这个主餐 ok 你听到这里 其实我为什么我会尊敬 因为主要去一个餐厅 对我来讲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必须要很多 环境 或者是服务 或者是 或者是 你那个虚荣感 或者是高贵感 可以进去里面消费 ok 大多数人都是这个 可是我不是 我是比较注重在那个厨艺 就是它的厨艺 食物好不好吃 ok 这是我的第一大要点 ok 第一大要点 可是很多人已经被忽略了 其实最重要你去餐厅吃东西 就是 quality ok就是它的那个食物的taste 好不好吃 我不懂大家同意没有 我是 我是这个啦 包括一样 其实产品也是一样 很多人就觉得 我买一个产品 必须要 价格先 然后或者是必须要 有效果 ok 可是大家忽略了 一个重要东西 就是不可以有后遗症 这是所谓的后遗症 会爆掉 这是所谓的后遗症 对我来讲 我卖treatment 效果是第一个啦 效果肯定是第一个 第二个肯定不可以有后遗症 肯定不可以有后遗症 然后 听我吹一下水 听我吹一下水 会讲到水哥了 来喝红酒 ok你中 可以pm 你们叫我pm你 我会接接pm你 我会接pm你 ok 我的主餐 就是摆开水罢了 ok 为什么它set这些框框出来 对我来讲 也是好事的 因为至少你可以给你filter掉所谓的客户群 他filter掉大多数的客户群 ok filter掉蛮多的客户群 ok filter掉了 filter掉了 或者你们站在老板的角度是讲filter掉一个客户群 如果你站在消费者上面你就觉得这个人有点蓝蚀 ok 真的有一点蓝蚀 有一点性格 ok 你还没有去吃餐厅 还没有去到他那边 或者你刚刚去到你看到他们的门口在那边写着了 ok 不可以叫摆开水 一定要叫set meal ok一定要叫一个主餐 不可以叫salad 或者你就叫一杯水那边坐着不可以 ok不可以 ok 这个是重点啊 外面的百亏水比较薄啊 ok 艺术家性格 ok 可能这个也是他的缺点 包括我也是一样 我感觉我有一点点不适合做生意 必须要做艺术家 ok 因为我觉得 因为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修牙箱一定要换整套 ok 怎么不可以 坏什么换那个 或者是 装二手了 ok 或者是拿二手的搬过来装 反正这样子便宜嘛 ok 我不做 我打死了不做 到现在我开了七年 我都没有做过 ok 我觉得 你修这个牙箱 ok 你修这个牙箱 你肯定要 一次过吧 ok 没有收尾 因为很多人忘记了什么叫做一次过 什么叫没有收尾 或者是很多人修车 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 一次过收尾 有些人就是针对价钱 或者是针对 便宜一点 然后要快 ok 或者是 一般人是这样子 一般人都是这样子想法 然后我这里都是要 要换就换全部新的 不要用二手 因为我知道 二手的问题出那里 然后他的那个寿命有多长 这个我全部我知道 所以我打死都不做 二手搬料 或者装二手牙箱 或者是 随随便便 就是 坏这个换那个 坏这个换那个就好了 ok 我都不做 ok 我都不做 然后这几天也是有一个 买人来 就是换了一个亚箱 宝马便 换了过后 不到几天 又出问题 又亮灯 又回去 ok 又回去 又在那边坐了几天 ok 前前后后 不是更久吗 ok 前前后不是更久吗 可能花了你一个礼拜 秒的开那辆车 很多人就是忘记了 一次过 ok 没有后遗症 或者是没有首尾哦 这才是重点哦 这才是重点哦 所以 以后 金卡乐最低消费 就是欧货牙箱啊 我没有讲过这句话 可是我觉得 现在都是这样子哦 一来到就是欧货 不是牙箱 就是Engine ok 啊 害我们的冰城塞车 又帮 不帮忙促进经济发展啊 难怪牙箱 就是老板娘讲的 不是我讲的 ok 这是老板娘讲的 不是我讲的 ok 艺术家性格 可是我 我是蛮欣赏他了 然后 呃 我觉得 这个是必须要尊重 因为毕竟 他花了心思 而且他的面是纯手工 ok 真的是纯手工的 speculity哦 不是外面买的那个 直接放下水 放下烧水 就是给你吃的哦 那是纯手工做的speculity哦 而且他也是 爽爽 拜二拜三是肯定没有开的 可是有时候他 他心情不好 或者心情太好 他也不开了 ok也不开了 这个也是他的特点哦 这也是他的特点哦 你很少会看到餐厅 不开两天 一个礼拜不开两天 或者甚至一个礼拜不开三天 很少的哦 真的很少 然后 对我来讲是 食物是 大前提 是重点 必须要好吃先哦 然后第二可能就环境啊 可是环境我觉得是蛮 有艺术性的啦 ok 就暗暗一点点 然后墙壁也没有去帮你缩一下气 从来也没有缩到 因为我估计那间店 应该是几十年店了 也没有缩过那墙壁哦 ok 然后这个老板有一点不能接受 然后或者服务方面 ok 服务方面可能他就是比较focus在那个 食物方面了 然后他就没有去focus在那个服务方面 因为不可能做到完美嘛 ok 虽然他也不是什么几星级的 那米吉尼星级一星级两星级那个餐厅哦 可是我主要是觉得那食物到尾先了 where is the restaurant 啊 单外 我我私底下pm你了 ok 我先那个location给你自己去体验一下了 自己去体验一下哦 可是那spegati 就是一个价钱吧 而且你没有得选 就三样spegati给你选吧 ok 我就吃了阿六 欧六 然后那个spegati 要高限投一个价钱 五十八块 ok 五十八块肯定是吃不饱了 ok肯定是吃不饱了 然后 啊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可以去尝试一下 ok 可以尝试一下 你听到吗spegati 五十八块了 然后矿泉水 他不是矿泉水了 他那个 外国的矿泉水了 十块钱一只 ok十块钱一只 那个是最minimum消费哦 最minimum消费哦 ok minimum消费 当然你可以在那边喝酒了 ok可以在那边喝酒 ok啊 然后 这是我想带出来了 对我来讲 他是一个老板 他已经 filter了 一个 就是做了一个界限了 ok 就是filter了蛮多的客户哦 他要serve是一个好客户 明白了 就是所谓我讲的 什么叫好客户 就是要一次到位 没有首尾 ok 这是重点 然后一定要好吃 ok 一定要好吃 如果在哈拿美食品底下好吃嘛 对我来讲 我必须要一次到位 然后不要有首尾 因为首尾的话 我也麻烦 你也麻烦 ok 浪费我的时间 浪费你的时间 如果真的是修一个牙箱 要便宜的话 有首尾 就算是没有首尾 一次过啦 ok真的是这样敲 那个二手牙箱装器没有首尾 可是那寿命也不长 可能你花了半年一年 又再花多一支钱 其实那个费用是勒别孤狼啦 可能更贵啦 ok 所以我就坚持了 一定要 要修就修好来 ok 不修就不要修 这样简单一点 这样子简单一点 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外面全部都是做搬料 二手的搬过去 ok 或者是直接装一个二手牙箱上去 或者是 坏什么 就拆了二手 就装那个 完全都不用洗 就是拆了 就这样子装 不可以接上了 ok 大家不是语音来了 不是语音来了 ok 法国啊 好像是哦 我也不懂是不是那个水啊 ok 我也不懂是不是那个水 因为那个水不够我喝 ok 那个水不够我喝 Color 冰城塞车 是因为那些不负责任的黑油老 天天上路试车 我现在试车 我都不敢去外面试车 除了放工过后没有塞车 我才去敢去试车 所以肯定不是我来的 ok肯定不是我来的 然后 最主要他filter了 大高速的 呃 就是所谓要 要便宜 ok 就是要 贪便宜的 ok 贪小便宜的 他已经filter掉了 基本上贪小便宜 不可能进来餐厅嘛 ok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然后像水哥这样子的 很多complain的也不要了 ok 就直接filter掉了 直接filter掉了 然后 我就讲一个 一个故事 ok 在讲到一个 现在在网上看到了 就是买了虾 ok 买了虾 然后 出名了便宜了 ok 出名了便宜 然后再来就是 现在就是叫 律师团队去告他 因为他买那只 买那套虾 ok 是250g 250g 当然嘛 你要便宜嘛 ok 肯定是会做手脚的 肯定是会做手脚 不能讲赚钱 你都知道便宜你才买 然后 他他去 化了那个 那冰 融掉了过后 他去蹭 才80g 不是更贵嘛 ok 不是更贵嘛 我现在是打官司 呃 做么这个老板 这个餐厅老板 必须要filter掉这种贪消便宜的 因为他不想有这种事情发生 ok 不想有这些事情发生 买榴莲的uncle 哦 一个买榴莲uncle 榴莲uncle 等一下我讲了 我要一点时间 因为震住这个 我看一下 哇 你看厉害啊这个 等下我给你看啊 多厉害啊 一下子啊 再震多一下子先 然后 这礼拜天我也是去 毕业了 榴莲不用卖了 因为冰城榴莲差不多完了 啦 基本上都是完了啦 基本上是完了 pm餐厅 喂 你们来我直播是pm餐厅 可以 呃 杨正宗 你直接whatsapp ok 直接whatsapp 或者是直接 其实我的facebook live里面有个whatsapp link 点进去给whatsapp到我 或者直接messenger 我也可以啦 我send给你 我send给你 ok 然后 我也是这边讲到一个故事 哦 为什么 有时候 有些生意必须要filter 哦 要给大家知道我们的 呃 我们的操作 我们的模式怎样 然后我们的中职什么 有时候真的要给客户知道 这样 然后也是最近 就是 前几天 我就 就是礼拜天我就去卖榴莲 给博去卖榴莲 没有拿工钱啊 去卖榴莲 然后有一个uncle来 ok 有一个uncle来 他就讲我就是要干碰榴莲 ok 正常来讲 呃 榴莲的季节要完了 过后 榴莲稍微会比较贵一点啦 会比较贵一点点 然后他就讲我坚持就是要干碰榴莲 ok 然后我就 刚好那边有剩几粒啦 然后就跟他讲 因为榴莲 冰城榴莲要完了 然后当然 很多人也是为了要卖榴莲的话 为了做生意 为了榴莲生意去做 做生意的话 他肯定会进 啊外拨的榴莲啊 衣包的榴莲啊 老物的榴莲啊 还是那里那里的榴莲来卖嘛 因为冰城的榴莲基本上是完了的 可以讲是收工过年的了 不用做了 有也是剩那几粒吧 ok没有多粒了 然后 也会比较贵一点 然后uncle就讲 其实 我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跟你们买的 然后我就是在对面 还是那里那里买的 人家给我8块钱 一个g 你要送我10块钱 就问看 可不可以8块钱一个glo 然后我们讲 ok可以到8块钱了 8块钱 ok8块钱一个glo 甘凤榴莲卖给你 ok 正常来讲 大家都知道甘凤榴莲是不可能 还会帮你去开 ok因为甘凤榴莲特别难开的 特别难开的 而且你8块钱一个glo啊 很难 很少人会愿意去帮你开那榴莲 然后还要帮你放在盒子里面 因为盒子那边是要成本的 ok uncle坚持也是要开 ok这样子就开 因为他讲怕你要买了 甘凤榴莲里面有一个 不能没有熟的 或者是有虫的讲好 ok 开给他咯 开给他 可是uncle的命水真的是好 没有问题 他买了不懂多利了 忘记了4利还是多利了 都没有问题 ok 打包好了 打包好了给钱过后 final的价钱还要扣多一下 就是比如说54块 要扣多了4块钱 可以不可以 可以做买给你了 4块钱扣买 50块打包 带走 临走之前 他拿多一粒 这个榴莲小利 你们不卖了是不是 我来拿多一粒费了 可以不可以 他直接拿了问可以不可以 拿了 难道跟你讲不可以 ok 这个就是所谓 我现在做生意很麻烦 就这样子了 终于开卖了 ok终于开卖了 只是纯粹分享一下 为什么那个餐厅 会 会有这种操作出来 讲明了 不可以叫 自来水 我也不卖你矿钱水 ok 总之不卖 然后必须要有主食 不可以叫 salad 或者是买一杯水 坐在那边 不可以 ok 当然他设了很多框框 设了很多框框 可是很多人就因为这框框 就不喜欢他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然后 这只是纯粹 今天我必须要做live 多讲一点故事 刚才大家看到都是肮脏了 ok 大家看到都是这样子 我转一下 都是全部都是黑黑了 全部都是黑黑了 这是我的Compassion Clean了 Compassion Clean了 ok 全部是黑色了 我现在就拿给你们看 震了过后了 震了过后了 那个 呃 震住了 ok ok这个我必须要把它倒掉先 一个个来啊 这个是 我找一个 重点先 哦 啊 这才是我要讲的重点 因为 两个是Pistons 我放最后 我先拿一个 Pistons没有 Pistons没有 Compassion全部出来了 自己掉出来了完 这是我的Compassion Clean了 ok 我去震一下先 不然等下我走过去 全部 滴在地上就够力了 ok 来啊 Compassion先啊 Compassion先啊 因为我走过来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istons 是同一辆车的 全部都是 它的 东里面 全部都是carbon 全部都是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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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是同一辆车 踩出来了 踩出来了 ok 又放这里 ok 现在啊 这里啊 震住了 没有洗过啊 我刚刚拿上来不了 ok 你看啊 它已经变成亮亮了 ok 全部亮亮开始在拖着了 这个才震一个半个小时 吧 ok 震一个半个小时 全部亮亮 什么都不用做啊 重点 ok 重点啊 它里面的这边的carbon ok 看到了 这个carbon 里面的是已经 看不到黑黑的 那龙钩了 已经看到亮亮了 它里面的carbon都会掉 ok 还有一个 它的pistoning都会自己掉出来 这个是原来是pistoning 这边有一个pistoning吹去了 它自己都会透露 我刚刚你们听到那个 跌下来的那个声音 从pistoning是jam的 我现在还可以自己拖露了 ok 而且会动了 其实你看到 它已经会动了 ok pistoning直接是送去了 看到 这个是在动了 在拖露了 它自己会拖露 我尽量拿给你看 pistoning掉下来了 ok 所谓piston 为什么要洗carbon 就是因为这个 它的pistoning会直接 不会jam死 ok 就是因为它jam死了 导致到它已经吹去了 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看它干干净净的 我第一个洞也比较小的 可能看到大家不清楚 可是它也是干净的 ok 干干净净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然后记得 你们不要被 外面的广告 就洗表面 表面不重要的 表面它肮脏不肮脏也不会影响什么的 最要紧是它的这个第二格 这个piston那边 jam piston ring的地方 不要jam死 再严重一点就是 piston ring 就是一块一块这样子 整块这样子跌出来 ok这样子有声音 听到声音 这个跌出来了 然后导致到你的 只要它这样子一跌出来 piston爆的机会很大 因为它跌出来 还会摩擦嘛 跟那个 你的liner 然后这个就肯定会爆 就会爆piston ok 然后我再拿多一滴出来给你们看啊 我这个更加干净 ok 这个 这个是 ok 来给你们看 这个是第二滴 震住了 不到半个小时啊 吹水有半个小时了没有 ok 吹水有半个小时了没有 给你们看啊 我抹一下 它那个 这个给它那个 treatment全部滴出来的 然后全部都是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子远距离看 我看一下啊 还是我要走过去 它其实是 下面那边已经是干净了 ok 下面那边已经是干净了 然后我再拿一个piston ing jam住了 ok 我看它会不会松掉 最要紧这个combustion key 是帮你划掉那个carbon 如果你carbon一直塞着 会导致你的pistoning jam先 再来就是pistoning tree 再严重一点就是piston tree 因为它是直接会 摩擦你的piston 然后导致它爆去 那piston那个piston的洞 它会爆去 ok 也是开始的 可以讲干干净净的啦 你看它下面那层 oiling那边是干净的了 ok 第二层在清洗当中 ok 其实也看到有亮亮的地方了 ok 再来就是第三个 我继续振着啦 继续振着啦 因为明天 把姜要装着烈眼镜了 要装着烈眼镜了 第三个 这是所谓的piston ring jam着的 ok 卡死 piston ring卡死 ok ok 现在 现在我就必须要把它卖 让它的treatment 然后滴在地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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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过去啦 这个很夸张 这个稍微久一点点啦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已经是干干净净了 从黑色 卡滚到弯的 就亮亮 ok 基本上是百分之 70 80 都是干净的 ok 都是干净的 ok ok 来 现在这个piston ring是这样死的 ok 直接卡死的 直接卡死 这个很利啊 这个会割到手啊 这个 ok piston ring直接可以出来 刚才是卡着的 最主要是因为它能出来是因为它的piston ring当中的carbon开始化解了 这个piston才能拿得出来 ok piston ring才能拿得出来 刚才是卡的怎样 是买牛奶的力都出不到了 现在是出来了 然后重要 重要的是 它里面 也是开始干净了 看到 黑黑的 开始亮亮 亮亮亮 亮亮 然后黑色 需要一点时间啦 最重要的是这边里面的carbon piston里面的carbon ok 看到吗 piston ring都出来了 绝对不是盖了 绝对不是盖了 然后 为什么一定要洗 combustion clean 就是所谓的这一套啦 你们看到我桌子上面的这一套 一定要洗 那carbon 尤其是新款车有LSPI的更加要洗 然后如果你不想洗这些carbon 重点 你一定要选 SP grade的黑油 ok SP grade的黑油 为什么SP grade 因为SP grade是达到 比较新款的start stop车 或者是LSPI的grade 尤其是现在的车都是start stop 都是需要用的LSPI 有这个technology的engine 必须要用SP grade的黑油 ok 黑油真的不要省啦 因为如果你选到low 不是low acid 就是少鸡碳的那个机油 会导致到你的 engine 更加多carbon ok 更加多carbon 尤其是LSPI 或者是start stop 或者是新款车 你用回那种旧technology的黑油 更死 ok 为什么piston很多看到piston 包啊 MERS啊 BM啊 或者是 Volkswagen 1.4啊 都是包piston 就是因为piston link 这样死先 第一个piston link OK piston link 再严重一点piston link tree ok 这是它的一节一节 ok 有声音了 它已经tree的一节一节了 接下来最严重的就是 这个一节一节了 直接弄包你的那个piston ok 弄包piston 所以说不要省啊 真的不要省啊 不要省啊 Steven 6 我不懂你有吃过哦 Steven 6吃素哦 那个应该没有吃素的 那老板人家吃素 应该叫你回家 应该叫你回家 ok 不然我可以share给你 ok 来 然后 如果能的话 大家 选黑油之前 最好是看一下datashit ok 看一下datashit 看到这个啊 这个是adeka ok adeka 我再靠近一点 这样子放 ok 如果能的话 一定要去看这间公司 就是这个brand 因为很多人只看brand 嘛 ok brand 不是一个很大的 重点先啦 brand 最主要你先去search一下 这间公司 有没有website先 ok 有没有website先 你可以search 这个是bealzium的 adeka是bealzium的 你可以search 这间公司存不存在一间哦 先确定哦 这间公司存不存在一间哦 ok 这间公司是bealzium的 然后他专注在racing 就是赛车 然后赛车最重要的就是 要耐高温 耐操 ok 这个为什么我会选adeka 为什么我会拿总代理回来 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 第二个 尤其是你是新管车 一定要search 所谓的search 这边 这边有一个 APISP OK APISP 或者是这边的datasheet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或者是 直接点进去我的WhatsApp catalog也可以 ok 现在很多人已经很厉害了 单外都会 可以看我全部我的YouTube Channel ok 然后你要看我Catalog也可以 直接点进去 可以慢慢看 最要紧 一定要先看 一定要先明白 ok 不要便宜 就进去买 ok 这个是 SP grade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有这个datasheet BMW MERSBM的 全部有完 ok 这是重点 然后再来 再深入一点 你就要看它的Data 就是Viscosity 40度啊 100度啊 然后 基本上 Abega是我特地选进来的 几款 油标 适合马来西亚的 我就选进来 因为它太多油了 ok 不可能全部油进回来 然后我已经帮你们选 然后这个是020 很多人是不敢用的 ok 很多人是不敢用的 为什么不敢用 因为在市场上面的020 或者是现在的车 基本上都是写着020 你们的黑油盖上面都会写着020 recommended 都是 介绍你 必须要一定要020 然后很多人不敢用 包括大厂也不敢用020的机油 或者是外面的修理厂也不敢用 因为他们担心 它的油不能耐热 然后它会蒸发掉 ok你的黑油会少去 所以这个是重点 020不敢用 2018 CVD肯定要用啊 肯定要用这个 你不要再用那个 530啊 540啊 Fully信用了 过后吃黑油 再用买semi semi吃黑油 再用买mineral 完蛋 你的carbon就会这样子 越来越多 ok就这样子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再严重一点 就是mineral 可能甚至有些更严重的就是 recycle oil ok更死 ok更死 然后在020 肯定可以用 其实不只是小cc的车 你想看你Subaru 都是写着020 ok FB20 那engine的code 都是写着020的 它的黑油盖上面 Civic Turbo 全部都是020 不要讲那些 Altis Viox Miley 这些国产车 其实都是全部都是020 问题是 连大厂都不敢卖你020 因为不合格 因为它知道会蒸发 敢敢用 Adeca ok会帮你减少很多carbon的问题 engine的问题 ok 这个一定要先了解 ok一定要先了解 就像那个了解那个餐厅先 你还没有去吃那间餐厅 你就必须要了解那老板的个性先 ok 一样的道理 你一定要了解先 因为毕竟都是那老板煮给你吃的嘛 ok 那老板煮给你吃的嘛 ok 你一定要了解先 ok 明白啊 杨正宗 ok i use 020 on Nissan oil ok Nissan oil啊 就原装油啊 呃 你看会不会少黑油先啊 ok 看会不会少黑油先 因为我 我知道当中都是 呃 都是local自己packing了 ok自己packing了 ok ok 来啊 然后 大家如果要020的话 这样子打 ok 这样子打 这个 020 Adeca fully import 不是外面进口 rum packing啊 不是啦 这些全部都full import 然后如果你的话 为什么要加一个 biotech 就是减少摩擦 可能大家今天很多人看到 我今天post的那样 F10 engine jam ok 这个可以救你一命哦 如果真的是engine jam的话 或者是你已经是 摩擦 细数很高的时候 这个会帮你 救你一命哦 还会减少到摩擦 至少你engine没有 降到这样够力 导致到 零crank shaft啊 这个conrod啊 conrod的烧焦啊 或者是 呃 连你的 你的 Oilbomb啊 就是共有那个Oilbomb系统 它里面也是会摩擦的 会在那边钻的嘛 它里面如果摩擦太 高的话 它就直接 这样死呢 导致它供不到油啊 ok 至少把你最严重的 减到最低啦 ok biotech 我先介绍大家 必须要用啦 因为这个便宜到烂 ok 因为很多人都是看价钱先 我明白 大家都是先看价钱 呃 现在市场上边 engine treatment fully import 而且是美国 才70块 ok 才70块去那里找 找不到的 呃 或者你可以看到很多品牌 像这样来 我也跟你讲这个 treatment的这个故事 哦 这个直接吹去爆掉了 Liveguard也是100多块 ok 105块 就是105块 罢了 可能是外面就便宜几十块啦 就是 七八十块 九十块 一百块 就便宜几块钱到十块钱 为什么要去take这个risk 因为Liveguard是38年的 而且这个才70块 engine是最大买的 ok 因为我特地把这个价钱降到最低 70块 基本上 一个月最少卖几十箱了 ok 最少卖几十箱 甚至 过百箱都有 如果车厂 订单多一点 就过百箱 这个是最多的 然后 又便宜 又减少摩擦 又38年利时 那里找 不用找了 ok Diesel engine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长时间 例如一天开8小时 适合用嘛 如果是 Adeca 我可以跟你讲 适合 如果其他品牌 我跟你讲 肯定不适合 或者是 没有Racing spec的品牌啦 不适合 开8小时 有肯定蒸发 Galanty蒸发 如果的话 你家买这罐 再减少那摩擦的话 更好 更保护你的engine Diesel 当然可以 Diesel 当然可以 如果你当然要Treatment的话 很多都是在Under 我的订阅 现在我的 陆陆续续啦 我现在很多客户群 online的也好 或者是本地的也好 就是槟城这里的 很多都是买新车的 然后你可以单单买Treatment ok 现在我越看来 越来越多的新车都加Treatment了 他们开始明白 为什么 engine的设计啊 technology 已经不同了 然后那个黑油 不可能再用回 ok 不可以用回那个 旧款的 ok 不以后可以旧款 那个黑油了 Diesel engine 当然可以 包括 Kia Spectra 2004年 你的车这样老 有没有吃黑油先 ok 如果没有吃黑油的话 是可以用的 或者你可以用 530也可以 ok Zekker ok 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它 其实是同一个grade的 或者是你要530 540 我今天做一个package 给你就是这罐020 或者530 或者540 加一个BioTek ok 你们想试了 可以这样子带走 或者单单你要这个 自己这样子打上来 BioTek 你直接打70打加1 ok 70打加1 如果你是新款车 必须要用原厂油 必须要用它的油来保养的 你就70打加1 如果你要买这整套 ok今天我做一个package 主要我今天做live demo给你们看 给你们明白什么叫piston jam aluminum protectant 当然啦老板 加钱这样搞 一个百六块 这个aluminum protectant 百六块 跟70块 compare 虽然罐是一样的 ok 容量是一样的 问题是里面的 那个技术含量不一样 ok 这个是 不要防止你不要磨掉这些 aluminum 不要给它这样快磨 或者是oil pump 在engine里面 最重要的是oil pump 不要给它这样快磨 然后你的那个 aluminum的head aluminum block 或者是aluminum valve cover 不要给它这样快磨 ok 这个百六块 我就 你们要的话也可以打 百六打加1 ok完全不同层次 ok完全不同层次 这是最新的product ok最新的product 这是百六的 要倒engine也可以 要倒压箱 因为engine和压箱 都有aluminum会磨损的东西 尤其是在压箱 因为walf40 现在最贵是walf40 鸭箱我下次还讲ok 因为今天是讲engine嘛 ok 要的 今天这样子打 今天这样子打 ok 因为我主要我直播 如果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 案例或者是 没有真正的案例 我是很少会开直播的 因为不然的话你们 会不明白 诶这是做么用了 然后为什么engine会有carbon ok 做么pistoning会jam 诶问题是我的pantana ok 来啊 今天你要的话 这样子选 020 530 都是同一个价钱 ok 同一个价钱 都是adeka的 adeka 加biotech ok 加biotech 要了这样子打 ok 299打加1 这是fullly semi我没有卖 要了这样子打 299打加1 就是这样子一套带走 黑油 再加一个biotech 一套带走 299打加1 如果你单单是要treatment 你是under warranty的新款车 你就直接打70打加1 ok 如果用买黑油的话 299打加1 ok 299打加1 这样子容易一点 ok 7月7号大offer 我未必会开直播的 因为我不是为了开直播 卖东西 主要我 一直以来 知道我的 我直播都是会给你们知道 那个问题出来那里 然后你们自己要判断 要怎样保养 然后或者是怎样去预防 ok 我主要我开直播的 中指是这个 然后当然 而的空下 顺便赚下外快 赚下卖下产品 这样子吧 ok 六角CVT is very good 肯定是very good 暂时没有对手 ok 暂时没有对手 虽然它的价钱135块 可是记得 这个treatment biotech 是在engine可以用5个liter 因为很多人忽略了 那罐treatment 因为大家都要便宜嘛 就做小一点 其实小一点 那容量足不足够 去保护你那个牙箱或者engine 是大前提的 这个是足够给5个liter的黑油 ok 黑油啊 黑油啊 因为基本上马来西亚的车 都是4个多5个啦 ok 很少会有 不是很少啦 也是当然有must bm 那些会有7-8个liter的黑油 或者10个bendless 12个liter bendless 3个liter的黑油 这是主要是给足够5个liter的容量 如果刚才讲到aluminum protectant 或者是cvt 这个可以足够10个liter的压油 基本上的牙箱最少都是8个liter到10个liter左右 整个粒牙箱的牙油是10个liter左右 最少的牙箱 的容量是potent cvt 因为还没有stock of water 所以说才5个liter 这 啊 总之是6个dreatment 基本上的牙箱 肯定100%足够保护你整个牙箱的容量了 ok 这是大前提啊 10个liter 如果在牙箱是10个liter ok 买黑油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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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lbump是不是100千就要换那个啊 比较深油啊 啊不是 那 你讲的oilbump 我讲的oilbump 是enjin的oilbump enjin jam 然后你看到我那两年post的F10 为什么我坚持 连oilbump都换完 因为我担心它的那个 它都吸不上油了 肯定是会磨损 最好是换掉它 ok 最好是换掉它 或者是 肯定是没有用这些treatment的嘛 没有减少磨擦 oilbump会磨损的 我为什么会出现现在有一个aluminum protectant 就是这个原因 ok 因为oilbump肯定是aluminum的 基本上啦 新款一点的车都是aluminum的 ok 很少会有那个aluminum的啦 ok 很少会有那个aluminum的啦 然后今天做package 黑油fuly 再加biotech 299打加1 ok 299打加1 这个fuly import啦 全部fuly import啦 ok 然后 我的hyoilactive just 还没有满喔 够力喔 就等下就放在这边给它just 等下回来还关店 ok 先去吃饭先 ok 不要这样纠结 不要再太在意那些 那些 啊 时间啦 要快啊 要便宜啊 ok 因为这个battery 必须要炸到230多 240W左右 ok 这个是28片的battery 最后给你们看一下啦 然后我直播 最后了要的299打加1 ok 要的自己299打加1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highlight battery ok 现在其实我是 你们一听到的 风响是因为我在炸这个battery 在炸这个battery 哦 炸这个battery 就是所谓的 highlight battery 28片 这个加起来 ok 240W左右啊 240W啊 ok 这里 然后现在它just到217 因为刚才我是decharge了 现在我just回去 必须要到230多 240啊 ok 它才会满电 才会满电 所以你们一听到那个嗡嗡响啦 是因为这个机器在just in ok 然后最后 谢谢大家 有帮我share的 然后今天有需要东西的话 最后帮我share一下啦 ok 最后帮我share一下 ok ok 来 应该没有什么comment了吧 ok 或者你们有什么东西想问我呢 直接messenger我 拜拜 拜拜